胡同是北京不可或缺的城市名片,然而在一些老旧的胡同院落中,还存在着供暖、下水、消防等诸多问题。 设计师刘军尝试把这些老旧的胡同院落改造成为功能齐全、简约现代的胡同四合院。 近日,记者在北京白塔寺胡同片区,见到了设计师刘军和改造之后的胡同四合院。 改造之后的胡同四合院,保留了老北京四合院的几户人家住在一个院里,共同享用室外空间的特点。 每个房子的户型不同,面积从40平米到90平米不等,房间整体为木架构,风格简约。 在胡同里头,房子一般都是阴暗潮湿,特别是老房子,它比较潮,而且比较阴暗。 那么我们在新改造的房子里头置入了新风系统,这样即便在大冬天,它也是可以有交换的,就特别是风可以对流,这样使得室内的空气比较新鲜。 强调了房子的舒适性,这样我们在房子里头来置入了地暖,地暖是采用空气源提供热能,这样屋子里头就达到了比较好的舒适性。 胡同四合院改造项目最初起源于2016年清华大学下属某设计研究院的一个课题。 刘军作为课题的执行负责人,在百塔四片区选择了两个院落,进行课题落地。 通过三个月的调查研究,他们发现胡同里不仅产权比较复杂,还存在很多基础设施问题。 刘军说,胡同里的居民使用公共厕所,在生活上有很多不便。 有很多其中像排水,主要是卫生间的排水,因为这个胡同院落的高低差,它不是很足,所以很多排水是排不出去的。 这样我们就采用了电动马桶,电动马桶它是可以缴碎冲压出去。 胡同改造,不能改变胡同原有风貌,要按照传统样式进行。 设计时,刘军将外墙保留,污面采用装配式的防鼓瓦。 在改造的过程当中,我们遇到的困难确实很多,比如说我们很多墙是公共的墙,那么两个院落公共的墙,它是很难去拆除的。 没办法拆除的情况下,我们就想到说把所有的外墙都保留住。 这样既符合传统风貌,胡同基礼,同时我们也规避了这种公有墙无法去拆除的风险。 胡同四合院所有的部品部件都在工厂生产,现场安装,这样就减少了现场的施工作业,不仅可以节约能源,还能减少二次污染达到环保的功效。 在改造胡同院落的时候,刘军尝试了很多不同的能源解决方案,他们尝试过电暖炉,电地暖,暖气片,最终选择了空气源地暖。 而对于主体结构的处理,第一次尝试时,刘军采用的是钢结构对原有结构进行加固,第二次则开始按传统木结构进行修缮。 传统木结构啊,它比如说在隔音的上面是存在问题的,特别是木头的那个隔音效果并不是很好。 就是在隔音的解决上呢,我们采用的是木头和木头之间呢,相接的时候,我们采用软垫的方式,橡胶垫去相接,这样就使得它没有缝隙,使得它这个隔音效果更好。 目前,刘军和他的团队已经改造了20套不同的户型,他们将这些改造好的房屋开放给年轻人居住体验,收集体验反馈,不断完善技术体系。 刘军说,他正在做下一版的技术改进,利用现代科学将传统营造工艺与居民对生活品质的需求相结合。 当技术稳定后,他希望能够推广开,让胡同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也能传承下去。